阿里巴巴,9988 今早开市后,先反复下市低位 91.5 急速弹弹上来,见过92.95 现在在92.7% 还要跌2.626% 比加团平均价92.096 明显为高 即时买家,现在占上风 历史波幅是恒生指数2倍多 48 整体资金正主动买入 有7,847万 占成交加码足够5% 而整体买股比率55-45 配合上升的势头 超级大户是100-0 即是一宗 剩数货是一宗 为什麽一宗呢? 因为我提到要求一千万 在这一千一百万,那当然是一宗 两宗就有二千万 过外 特大户也有极度配合上升动力 的数货 普通大户就一般的配合 我们先看看 不要看散户了 先看看炒家 炒家的玩法 今天是在10点钟开始掃上来 到10点4的时候 便停一停手 然后轮到 10点后 都没有什么移动 绿色的特大户 反而 蓝色的普通大户 10点2之后 继续掃货 希望这三条线 哪三条? 红色 绿色 和蓝色 一路上升 便会 释放有利 标准字 对盘 尝试计试 所有大户 三个不同级别的大户 他们的行为 总共有52宗交易 家团平均价92.7200 主动买沽比率 显著配合上升動力 63 比 37 UBS 托着 92.093 拿着的主要是兩家 瑞士信貸 明顯一點 ABN AMROAD 托着 92.1 圖領 9988 陰陽足 日線圖 阿里巴巴 继续回落 調整 1 個 2 個 第 3 日 都是 9 日 暂时见到 91.5 圈上升 虽然是跌市 仍然是 不過錄得洋足 为何继续調整 而不是新跌浪 怎麽是新跌浪 刚才在低位 8月24 日的 85.5 圈上升 3.2 伏2.9 日 充上 97.5 圈上升 现在回落 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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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5 个 主要技術分析指标之中 除了 RSI 回落 回落 5 天 平均线 下面 其他 4 个 都是利好的 短期形势是向好 所以是调整 而不是新跌浪 DMI 因为 ADX 不够 20 所以没有参考价值 刚才我说过跌了多少 85.5 升 85.5 起点 升浪 这个高位 就是 97.6 半 最高 现在跌到这个位 是到了 0.5 倍 91.57 半是正常的跌幅 如果它低于 90% 和 14.1 倒落在下方 就要小心 新跌开始了 这样 就是说 跌完内积 还有机会向上 现在 还有机会 还有不小的机会向上升 破 97.6 半 阿里巴巴 当然 我要看那个股盘 会不会继续增大 一步一步看下去 那 又是关掉了 先看 这个位置 我想都要看一看 96.2 高位 现在 得而复失 其实当日已经失 就一样的 嗯 我们看看能否收到 0.618 位 关键 鞋子 好 刚才 对 我 你 你 不 不 我